1072881 你可以打進大龍鳳跟他們說一些感情上 人際關係上的問題 我們今晚 純粹跟阿芝聊聊天都可以的 對 我們今晚有阿芝在 Hello Hello 我講話給你知道阿芝 你知道昨晚光庭跟我說你今晚上來他很緊張 很緊張 他突然跟我說你認不認識阿芝 你認識阿芝 你認識阿芝嗎 糟糕 我很害怕 現在這麼緊張 我以為莊斯文跟你很熟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在電視上做一些女生的節目 所以我就問他 但感覺很奇怪 很奇妙 因為我入了商台五年 我進來的時候看到阿芝還在工作 你和我經常見到他飄過 他經常見到你很性感飄過 7月14年不要說這些話 過了15年 那時候我見到二台的那些人特別表演 會裝扮一下 或者不同顏色 經常走來走去 我們在一台那邊就看到 但通常你見到二台的女生DJ 都是不會走性感路線 都是那些是紫色頭髮 即是珠粉那些是包得緊的 成棟大廈有誰走性感路線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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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看到一進來做 那我當時是年輕人 就看到 嘩 去神啊 那我心想而已 我沒有喊出來 我也知道你沒有喊出來 我不是你心目中那麼窄 然後就要見到阿芝 什麼意思啊 不是你心目中那麼窄 那麼窄啊 他經常是窄男 他說我窄男 常常都 有什麼都不知道 那些假裝不知道 常常在裝純情 我真的是純情的 哈哈 不是啊 那我當時看到阿芝 就穿著一條熱褲 然後鬆身的T恤 長身一點點 今天不是熱褲 今天不是熱褲 長了一條褲 直接好像沒有穿褲一樣 在商場行過 那我就覺得嘩 走性感路線的T恤很少 嗯 還有Carry得到的都很少 原來我是有路線的 是啊你有路線的 是啊 還有其實那個奇妙的感覺是 因為如果講經驗來講 阿芝就是我的大師姐 前輩 但是講年齡來講 阿芝不是打我很多 就是差不多 小過你吧 不是打我 哈哈 哈哈 OK 不要緊了 你現在搞到阿芝講不到話了 所以感覺是奇怪的 我一方面就是一個師弟 另外一方面就是普通 就是同輩 是 那不是的 那是經驗事的 那時候你是新人 當然怕青一點 是啊 其實我現在都很怕青 唉算 然後你來了 我上台之後就走了 是啊 我來了 我一看到他就走了 就是啦 離開他 你怎麼整天都有人 眼睛看著我 好不舒服 一句話都沒說過 阿芝就走了 哎呀 OK 今天可以一起開麥 嗯 好 好 所以阿芝上來當然是介紹一下 他接下來有一個talk show 又 是啊 很厲害 你做得很密 全新的棟篤笑 因為其實這個場地 是去年做第一次的 就是處女棟篤笑 做完之後 就已經立即預訂了這個場地 哦 一定要快點做新租 就是很想保持著感覺 你不要跟我說出DVD 我想立即快點做新租 但是香港的場地其實都很有限 很充滿的 現在預訂到今年十月 所以現在就 是接下來十月的11日開始做 在醫館 準備好那些稿嗎 我想八成左右 但是你這次的題目呢 上一次死去活來 都還可以猜到 就是猜到你說什麼 這次罪該慢死 可以說什麼呢 罪該慢死 其實就有一個英文名字 就是叫做Dislike 是 因為你早前經常被人Dislike你 很厲害 上去看 你無論做什麼 那些人都是一窩蜂地Dislike你 是啊 真的很感謝 我都說每一個Dislike 都是每一個支持 是 因為我又沒有 我覺得我很有鬥志 你越不喜歡什麼 又做給你看 我覺得其實 好像現在Dislike 是一種社會的 風氣 防禦機制 有什麼先不喜歡 我很喜歡有一句 叫做先負評後討論 他們經常用 經常引用 我不知道你什麼 其實我沒有看清楚 我先不喜歡你 這是一個年代的態度 我經常覺得 這個年代是Dislike的年代 什麼都關於大家 如何一窩蜂地Dislike 一些大家不喜歡的東西 大家是特別地討論的 每一天揭報紙 好像有一種自虐狂 你特意買一份報紙 但特意看 全部人都是你不喜歡的 激勾自己 覺得越看越生氣 很火 很神奇 這個好像是一個年代的特點 於是我想起 不如這樣 就上台說一些 你覺得最生氣 最憎恨 最憤怒的東西 可能這些就是 最大快人心的東西 而且有Dislike就是真的 因為你看到Facebook那些 他們不會給Dislike制你 以及Google那些 都是不會給Dislike制你 就是因為 會產生負面感覺 一產生負面感覺 那些人可能會玩少了 一玩少了 他們的人流就會變少了 所以只給Like制你 反而在香港應該會玩多了 有Dislike是可以選擇的 所以選擇Dislike Dislike 你會不會講一些愛情上的東西 一定會 其實不只是愛情 最Dislike的就是愛情 是嗎 有很多不忠的事件 是非常Dislike的 是呀 這些是很容易遇到的 有很多 你遇到而已 我真的遇到很多賤人 我真的不知道去哪裏是賤人 去哪裏是賤人 去哪裏是真正的 我明明告訴你這句話 去哪裏是賤人 阿芝會不會遇到呢 我其實就 我當然遇到 當然遇到 你走得出街多 你自然容易遇到壞事 尤其今晚 走得樓梯多 自然容易跌倒 也是 也是 我其實在這節目中也拍了 其實會講到一些人 他們是怎樣不忠法 但是我剛才也有說過 不是不忠 不忠不是重點 我在這節目中說的是 他們怎樣逃脫 即是不忠完重要不負責任 是怎樣逃脫 因為我覺得有一件事很罪該萬死 就是先發制人 是呀 是呀 即是你說我不對 我先說你不對 是呀 先罵你先 罵到你沒有想出為止 明明你是不忠那個 但你先罵對方 越大聲越好 越誇張 越動作越浮誇 越真的 我會在這節目中說一些例子 那些例子 我差不多每次告訴任何一個朋友 他們都是下巴跌差 不是呀 這樣也可以 是你自己親身經歷的 那個不是我親身經歷的 但是第一身朋友 但你是個角度 那些朋友你都認識到 避開他 我儲這些朋友 不是哪有這麼多話說的 是呀 即是你身邊很多賤人 即是逢見到生日會 會有幾個女生自己坐在一角哭 是呀 我最喜歡走過去 是呀 即是你 立即走過去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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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麼呢 是安慰她 其實是兔鳥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 我們很多事情都會說得很理智 但到一拍拖的時候 他好像沒了腦 好像什麼都可以 都覺得自己是覺得合理 是呀 多荒誕的東西 自己都會相信 嗯 即當你真的很愛一個人 你是會完全沒有任何理智 你反而會反過來 就是不停地說服自己 多角度地說服自己 不是啦 他真的很值得相信 我的朋友不明白 是呀 你們不了解他 直至你真的清醒那天 那你就會看回 你就會發覺自己傻 你以為 你知道多少女生 散了之後 都還在維護 都不知道 我沒有遇過 那些 算吧 你遇到人這麼少 那就是 那你自己呢 有沒有試過很麻木地 有一段關係 之後你真的 現在你會覺得 是罪該萬死 那時候 真可憐 我罪罪該萬死的就是 這也是感情上的罪罪該萬死 無端失蹤 嗯 嘩 失蹤 這招很陰 應該是很討厭的 但是我們之前也說過 如果你留下了你的意思 因為你有時想分手 對方未必肯的 死前難打 我為什麼不肯 你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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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女生 她真的死前難打 不肯放手 但是也要面對她 也要談 你惹回來的 我已經表明了立場 說我不再拍拖了 要跟你分手 然後你還要死前難打 我就走 這個我明白 因為 你都已經說清楚了 但無端端失蹤 是之前那天還沒有事 然後突然間就不見了她 開始就想她是不是做事 一開始就想是不是做事 過了幾天之後 是不是有意外 開始就想意外 是不是殺些稀錢 招一招暈 我一定有個西瓜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這麼不想面對嗎 對 這麼難面對嗎 尤其是我覺得 男生是特別會玩失蹤 對 因為你真的更加不懂得面對這件事 說不定不想一次過完結這件事 想想清楚一點 那你也可以說下聲 有多難說下 我不是在幫這種人 如果我當天很蠢 我應該就像你這樣 對 給九萬個理由 自己相信 可能她還是有彎 想想一下 她想冷靜一下 我也不支持 我也不支持這種做法 我想殺死這種人 我當時最罪官萬死的 就是她失蹤 失蹤一排 我只是暴秀 每天行屍走浴 想不到事情 但你是不是用盡所有方法找她 上家公司 都找不到 厲害到這樣 都不見了人 這麼有趣 真的很厲害 總之公司一直按鐘 沒有人 有間公司是她開的 對 每一個人 你會開始想 她是否借了 她是否借了 她是否借了人錢 你會開始想很多事情 直至到最後找回她 才是我最罪官萬死 我找回她時 我跟她說對不起 對呀 為甚麼 都說了 拍拖會令人迷 你覺得有甚麼對不住 首先她後來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很大壓力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面對 我就不想再拍拖 我又不想再用力 去想怎樣解釋不面對 所以我就走了 我不知道 當時我一聽說 這麼大壓力 對不起 對不住 你最對不起的她是自己 對呀 是否你真的太搶了 不是 你會有多搶 說真的她不算搶 如果她說的是用幾天時間 如果我這些是要適合日 怎樣都找到你的 即是我找到家公司 手提電話 我認識的家人 或是身邊朋友 我是不能容許她 那人受得中 不是 我去到某一個位置 知道她是避我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找了 嗯 你多久之後見回她 太醜樣了 我想也有成 我不知道 有過幾兩個月 嘩 之後她自己抱頭 很痛苦的 直至過幾兩月之後 我中途已經沒有再找她 突然有一天 我想想 不如上去公司又按一下鐘 那她以為你停不住的時候 然後就抱頭 一開門 一開是她還是另一個女生 她和另一個男生 那也好些 一開門另一個女生 即是按上她家的那些 即是如果你不按這個鐘 去找她 她依然會繼續失蹤 可能是的 好過分 那你不會想說 算吧 即是反正她都不理你了 那你又不要理她 當作沒事發生 這樣 沒有了幾億去算吧 我那天也是因為身痕 無端端經過銅鑼灣 不如上去按一下鐘 一定 我本來想死了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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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不會報仇 是就不會報仇 是就不會行屍走肉 這麼容易放得下 心底裏面一直都打算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她出來 其實她一說 我真的覺得很大壓力 要跟你分手 我的心情很狡猾 即是釋懷了 有了答案 至少我知道大結局已經播了 縱使我沒有看 好過我突然沒有大結局 我只在電視前面等 都是這樣 免得心掛掛 這種人真的罪過萬死 但我們這些經歷 這些是要從經歷中學習回來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你又不會知道怎樣應對 那一刻 又不知道自己的反應會怎樣 從來都 嘩 編劇都寫不出來 走上去跟她說對不起 是啊 真的 你快點寫吧 嘩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說對不起 你真的打死我都說不出口 這句話 好 172881 我們回頭回來繼續說 在上一代 就是拿來的智慧 是可以令到我們 在人際關係上 更加容易去掌握 那問阿芝 因為阿芝有本書 就是阿婆金句 是啊 那你阿婆給了什麼金句 對你令到你在情場上可以有趣一點 關於拍拖嗎 嗯 首先她一定跟你說很多她的情史 我有問她 是的 我阿婆今年83歲 嗯 她是長洲人 我問她自己的初戀呢 當然記得她 哈哈 她人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嗎 她是長洲人 我當時問她 我問她 你的人生有什麼感情經驗 她就說 我拍拖的那個人就是我的老公 就是我的公公 第一個 初戀就已經結婚了 那她還有什麼戀愛事 現在沒有了 對 我說你真的沒有經驗 就是這樣 咦咪咪咪 那真的有優勢 嘩 搶著她 但咪咪 哎呀 以前很多人追我 在長洲 哈哈 我怕她在聽 哈哈 你輸都出賣 大哥 你還怕她聽 那她就 從小時候 都有一些不少的追求者 嗯 追求者中 但當時結婚了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她一直都是 很多人追求 但她沒有去接受 直至她接受那個 就是她結婚那個 嘩 好厲害 這個真的走下去了 真的厲害 因為她那時候 她根據她所說 我也不知道女人的回憶 是否準確 不要準確 60年前的事 不要說阿婆 阿婆說的那些都不要相信 媽媽說的那些都不要相信 對 她就說她小時候 都有人介紹誰 給她認識 又或者有人追求她 即是名人那些嗎 不是 即是說 隔壁村那個 我兒子也挺好的 介紹給你認識 介紹給你女兒認識 那些 即是周緣發 我想起 即是有人做媒 即是很喜歡媒人 是的 她有一個好笑 因為我問她 我問她 怎樣追求你 你是不是誤會了別人的追求你 她說不是 她真的買票 希望我當我 即是有人追求她 真的約看戲 是的 我問她為什麼不喜歡她 她說不喜歡 就這樣不喜歡 接著她說了一句很好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喜歡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喜歡 她說 你喜歡不喜歡 你問心就知道 但你也要了解那個人 就是這句 這句是很高 但你沒有跟那個人接觸過 你怎知道自己喜歡不喜歡 她可能有跟那個人接觸 但那些接觸是 其實那個直覺是很強的 即是吃一頓飯 大胃 是的 有很多人不是很流行 你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喜歡她 又說我是否不喜歡她 還是未溝通 但其實你問心 那個直覺是很強 你是給了很清晰的答案 這個就是 現在這個年代 問不到心 為什麼 你那時候少一些資訊 你家沒有工作 你就是想起 那我就要想著誰 現在你都可以問心 可能比較相信直覺 現在你都可以問心 現在哪有直覺 以前就比較多直覺 現在就比較多藉口 現在人們覺得是假裝忙 明明沒事做 你總是想Google搜尋一堆東西 那你就搞到自己沒有時間問心 是的 其實靜下來問自己 其實很多答案是自己知道的 好吧 打來1872881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關係 或感情上的問題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說